大家好,今天又是每日任务 有人肯定要问,为什么老师要做每日任务呢? 其实每日任务是很划算的 每日任务除了有经验,还有就是小钱钱 有小钱钱的话就可以买卡包 今天用的是一个比较新的组的卡包 是蓝绿组 蓝绿组呢,主要我还是想走那个 丢卡流和复制小虫流结合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 没怎么用 只是脑子一热就组了这么一套牌 拿出来用用看 因为今天每日任务是一百个还是二十个 二十个,二十个蓝绿的这个叫啥? 二十个蓝绿的 希望可以用吧 现在的话好像有点尴尬 加一滴血先 为什么这张那么后期的牌我还留着呢? 那就是因为我就是打算拿它和小虫子融合 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爽 但是这要跟小虫子融合就要很后期 那很后期怎么办呢? 那就先把它禁掉 老师一下一下打着真烦人 还好他上的不是那个加血的那个叫啥 就是那个招天使的家伙 哎呦有鸟了好烦躁 有鸟了就很烦躁了 我先上这个 然后摸地牌 其实你在没有摸到牌的时候呢 多摸地牌其实也有好处 因为你地牌多摸掉以后 你剩下来可以摸到你的所想要的小冰冰的牌的概率就变大了 嗯?他想进我啥? 哦!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扫操作 这个是7 1 2 3 4 5 6 6 哎呀!这下就有点复杂了 因为这边要4张 这边是3张 加在一起是7张 7张的话 我实际上现在只有6张 如果我现在上小虫子的话 我估计直接会被对方给 秒掉 所以说 还是不能直接上小虫子搭 没有地牌 没有地牌的尴尬啊 无所谓无所谓 暂时扛得住 还能扛 7张的话 我的大象可以上 哎呀!不行啊!没有地牌啊!这下就尴尬了 没有地牌 那我先 顾顾顾顾 我先固定它吧 上小虫子 上小虫子 没地牌 小虫子也是个废物 不用上 不用上 上了也是直接被别人秒掉的 哎!我现在也结束了 这局人家6 123456 结束了 投了吧 我先固定了 我先固定了 那我先固定了 我先固定了 我先固定了 3456